欢迎我们13位音乐合伙人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队集结 接下来在第二期 两位就要承担起队长的重责了 两位队长分别拥有一次抢人权 当A邀请某位歌手而B同样有意招揽他进入到自己的队伍的话 请举起你的抢人牌 那这个时候呢 反选的权利就来到了这位对手的手中了 全场一共有13位音乐合伙人 势必有一位也会轮空 而每个队伍要完成三首歌的编排和演唱 祝各位好运 首先有请我们的燕饼老师 等一下 等一下 就等一下 我还个各位老师 不好意思 赞助大家一点点时间 大家好 我是第一期的轮空歌手 我叫博远 我想在这里争取一段清唱 让各位老师起码对我音色上有一点了解 那也能争取进一步的合作的机会 对 非常棒 好 来来来来 会争取机会的人 加油 加油 我曾难自拔 于世界之大 也沉溺于其中梦化 不得真假不做挣扎 不去笑话 我曾将情深翻涌成他 也曾指尖弹出剩下心智所动 且就随缘去吧 好听 干净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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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的起封了 见证了我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还是想通过这首起封了 让自己心安定地站在这里 踏踏实实地开始这趟新的旅程 接下来我们要请两位队长开始选人了 首先要请我们的胡怨斌队长 选出第二期希望合作的音乐合伙人 我内心有一个人一直想合作 其实在《梦想声音》里面 就遇到一个好伙伴 但是就一次一次地又错过 我觉得这一次能够遇见了 一定要把这个缘分捡回来 就是张亮颖 我其实也 怎么今天讲话有种田正姐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遇见到了 我要跟胡老师合唱 也是错过了很多次机会 我这一次来不能再错过了 我也是非常想要跟 想要跟胡老师合作 谢谢 胡老师听我声音 他说这么多年了 然后突然合作 你就给我三分之一个张亮颖 然后还有三分之二个田正 好 刘伍欣 现在到了你了 王林凯 我想选盖 抛出了橄榄枝 盖 你是否愿意 我这几次来这里 冰哥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给我的震撼是不同的歌 我每次都是这样来听的 没有没有没有 是真的 我也想来你这里 谢谢 使用 你要抢盖 我要 那你说说你的理由 盖哥我们认识多久了 很久了 大概七八年了 所以盖哥算是看着我长大 真的 大哥你等我好吧 我肯定等你 我第一个邀请你 又让我尴尬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花了 好 所以盖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我觉得首先我还是不能拒绝女士 女士 男士 谢谢 我选博远 后面一个我想选 碧城 隆隆 太棒了 你帮我邀请了我想邀请你 太好了 西琳 左儿姐 恭喜西琳娜伊高和左儿成为音乐合伙人 莫莫可 好 吉克军 接下来你要做的这个决定非常关键 因为现在有鹤野和我们的文文 你要选择一位 而另外一位将会成为我们接下来第二期落单的歌手 好难 请做出你的选择 这样就是昨天的时候 在台上有一个女生 她也有讲说 她要把她温柔的一面给我 我们俩都各自觉得自己可酷了 所以我邀请你们跟我一起 好 已经开始温柔起来了 你刚才的那一下 我好害怕 那非常遗憾和可惜了 这个设置真的 我觉得挺好的 可以在底下学习 在以后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完整的舞台 接下来有请两位队长带着各自的成员一起去开会 协商 给我们呈现最好的音乐舞台 有请各位 我们接下去就是分成三组 自己有没有什么想唱的歌 你想一想 然后我们一块互相给点建议讨论一下 好 好不好 来吧 有首歌很好听 这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 对 一样的月光 好 越来越新少 好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是豆袋吧 这豆袋好像叫豆袋 还有那个 如果你也听说是吧 好的我先写下来 有了 太厉害了 你这 我觉得那个这三组歌单都从我们来增够了 写了 那你们先看看先选哪首呗 我们挑事你们先选吧 我们选一首情歌好吗 可以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那首歌《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 有没有想过我 那你唱一下你能唱出来 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 好了就这首了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刚才那个嗓子是这个味儿 你知道吗 这是我这辈子跟阿妹最接近的音色的时候 哇 爱你 那我们就唱那个《亲爱的你不是爱情》吧 那你们俩哼一句 你说过先要守住三月底 好甜 但亲爱的那边不是爱情 好甜 对 这次天词跟之前不一样的 之前可能会更多的是 互相之间的选择比拼 但这一次其实是 它是一个更大的融合 我很喜欢 音乐人一起讨论音乐的状态 欢迎大家来到《黄瓜之》组 一不小心把这个队名给起了 因为我是一个平时睡得特别特别早 比较轻松的人 所以来我的队里面的话 第一 黄瓜之不缺 它消肿力烟 含维生素 A C K 甲 硅 铭等各种微量元素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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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接下来我们自己想一想要唱什么歌吧 可以 我先推荐一首吧 好 我最近关注这个短视频平台的一些热歌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爱如火》这个歌最近平常有意思的 那个舞蹈视频你们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我想现在看 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 要不我们来试一下 再见 不 不 在桥是爱情如烈火 你在想疯狂的 你怎么转了 爱如火会温暖 那是我 我看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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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炎老师 五六七 住 快 在Lexy的队呢 大家好像朋友一样去讨论去研究 然后有受有效的 没有那么的正规 对 有点像实验性多一点的那种参与 哈喽 大家好 好 黄瓜水吗 没有 哈喽 哈喽 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好 我那感觉是你在看未来的样子 对 之前会有一个安排是有一个屏风 不用不用不用 我觉得不用 大家互相看彩排 然后互相给意见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种氛围 我没有什么需要领导的 其实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 这种互相很在意彼此舞台的这种感觉很幸福 我真的觉得中间可以有什么动作 我们打算 现在我觉得第三遍的惊喜 在第一遍就 跟懂的人一起聊音乐是一件超级快乐的事情 他又有这个竞争感两个队伍 但是他更多的是组内直接音乐人的心心详细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一次组队的意义吧 我们都已经把彼此的舞台都讨论的差不多了 大家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风格其实也还挺多样的 对 是 对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信心的 当然 然后最后我们等一下 就可能要麻烦大家一起跟我们组长 当然 当然 好 我们都排练完了 首先要跟大家先讲一声就是亮影 因为他嗓子哑掉了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打雾化 所以他没办法参加 他晚点会来 亮影姐发信息 他说医生说他得近身几个小时 所以现场我们是第几个 那就先把它放后面吧 乌化完了 他需要一点时间才会起效应 那最后一个吧 那最后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你好 不好意思 这也有点哑是吧 哇 真的带翻演 对 做个雾化吧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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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这张卫视大型力智音乐节目 天字的声音第四季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非常重要的先后手抽签环节 两队将决定队内三组出场顺序 每两首歌评出一首成为待定金曲 和对方组下一出场歌曲尽性切磋 若对方所有歌曲被本队待定金曲耗尽 队内剩余歌曲仍需切磋 决出最终推荐金曲 在你们面前有两个 我们东阳光仙虫草的抽签盒 抽到一的那位队长 率先完成第一个音乐舞台 因为是我们的团队进行音乐切磋 我们拿出各自的气势和气魄 我们黄瓜支队 远近起飞 那我们这一组今天唱的三首歌 都是情歌 所以我们的口号 情歌王 情歌王 情歌王中王 这是好还是不好 这应该是好吧 接下来有请两位队长开始抽签 我想问 Lexie你想要先还是好啊 我也都可以 那都可以我就先抽好不好 好 我希望是二吧 因为想看看他们先出哪个 有请二位队长 三 二 一 请看 好 那有请胡彦兵队给我们来派出第一组音乐合伙人 他们是余文文和极客俊逸 让我们掌声有请余文文极客俊逸给我们带来你要的选大首 这首歌我后来还要仔细听了一下后面的这一段 他那速度好快 看见他都在向前 他下面冲不关他会见 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今天在下面关那么我们感觉要窒息了 这首歌它的难度非常高 其实不容易的 得跟原曲做一些区别 但是又不能慢改又不能粘 对 后面还热脆 所以前面够的R&B一点 新改的那个和声 它比那个变奏非常哑味 我觉得如果这么早出来 它这个惊喜就没有了 能不能留到第三遍 就是现在这个和声 你又要开始跟上次一样 你又要开始跟上次一样 又零两个没看到唱歌了 你起来 不是不是 不是 你听我讲 现在我们做的事是不影响唱的 影响啊 怎么影响啊 不影响唱 太影响唱了 没有 尤其是前面本身就安静的这个感觉 不是 要不然你毫无灵魂的唱 你现在做判断太早了 因为它现在大家都在西里 不早了 我们现在只有十分钟 我跟你说只有十分钟 如果看十分钟 咱们就什么都动 就熟悉就好 如果你忘掉十分钟 那我们就有机会评论 我肯定相信胡老师 我从这里进来吧 对 尘埃的谈得物厌从这里 我知道了 有的时候把空间露出来 给他们自己本身的声音 才能够体现出来这首歌的最大的魅力 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尝试的人 而且我觉得不管它最后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都可以去配合去演唱 一个就招一个一把就招一把就招一把 都轻给在上面过来 等一下再一次 我都不知道在哪 你要 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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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时间到了 该上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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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偷偷想你在问 结果总是我在等 说话留着分寸 几分绝不见假问 爱没有了固存 你说的怎么认真 显得不存幸福也 在些套路的情节 苍白的上了台面 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恋 才说的不那么随便 你要的全拿走 把回忆划成空 不要在乎看守 体面的有所保留 说过的话当赠品付送 我不必再为你牵住 说一句分手借口 一遍两遍三遍 最后百口莫名 情话只剩偶尔 兑现的谎言 曾爱的谈到无言 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 算了我们就干脆一遍 你要的全拿走 剩下的我曾说 留下我们的狗 别管有没有用 我怕他一口没忍受 哪怕他不懂我的痛 不必再为你长久 一年两年三年 一起沉默挂烟 好聚高散听着 也处处可怜 看见他都在向前 拖下半数不管他规矩 一块钱转一盘一盘 转一盘转一盘转一盘转 转一盘转转一盘转 重点转一盘转一盘转一盘转 重点转一盘转一盘转一盘转 你说的这么认真 想的我曾幸福也远 这些套路的情节 苍白的伤了太阳面 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意 才觉得不那么随便 你要的全拿走 把回忆划成空 不要再互感受 体面的游松保留 说破的话当中并复仇 我不必再为你牵着 这一句分手借口 一遍两遍三遍 最后百口莫变 情话只是偶尔 丁线的谎言 再来的弹努力 也要为不去留一些证言 算了我们就干脆一点 你要的全拿走 剩下的我曾说 留下我们的狗 别管有没有用 我怕他一口没认错 哪怕他不懂我的痛 不必再为你尝求 一遍两遍三遍 已经沉默过眼 好聚好散听走 已处处可怜 看见他走在手前 他能满足不管他为间 一个紧张一个一拍 就在一拍的情侣在手边 狂的梦 我们两步相牵 一遍三遍 你把情话没有 再不感受 体面没有所保留 说过的话 但怎拼抚送 我不必再为你强角 说一句分手借口 一遍遍遍三遍 最后百口莫变 情话只是偶尔 兑现的谎言 散开了他的屋檐 一遍未过去留一身子链 算了我们就干脆一点 你要的全能走 剩下的我曾说 留下我们的够 别管有没有用 我们的以后没站住 哪怕他不懂我的痛 不必再为你尝求 一遍两遍三遍 已经沉默过眼 好聚好散听走 也重生可怜 看着他都在向前 头上半处不管他规矩 一个街 转一个一盘街 转一半个情人 在上远光 我们两不相见 我们两不相见 我觉得他们俩一个像以天的 一个像那个屠龙刀 非常的双剑合璧 而且我觉得他们改编很用心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最后一遍副歌 因为其实这首歌的副歌 应该是四集开始的 然后他们给改成了 从主合圈开始 然后每个半音的更音下行 我觉得让这首歌 多了很多丰富的情感 而且那么多三菱音 确实是很难唱 我觉得他们两个 真是为我们队 打好了一个头彩 我觉得两位唱得太好听了 对 因为我觉得 你有没有一种老父亲的欣慰 有没有 没有老父亲吧 有 不是我们的老父亲 但绝对是这首歌的老父亲 老胡的人特别好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他一直都在 然后他在帮我们调编曲 对 昨天的时候 你听说 要改上次浪人情歌 他就这样 我差点都没疯了你知道 这次又来一次 我的妈呀 但是确实是 就是稍微一点点的调整 我今天真的是一开始 我就完全地进到这个歌里面 吴老师真的很厉害 刘伯欣作为队长 刚才这个 这一组在表演的时候 我发现你自己也很快乐 我当然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你们现在是两队 竞争是节目规定 享受音乐是我的本能 在他们两位身上 我常常会感觉到 就是很潇洒 很洒脱 就是很哭 那种哭不是真的是耍哭的那种 就是对于一件事情的爱跟恨 都很分明的 很坚决的态度 我觉得特别有心 我觉得你们两个像好闺蜜 就是那种有了一件不太好的事 你们两个一起去分享 然后去吐槽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非常棒 我非常享受这个表演 谢谢老师 虽然我们两个都对这个歌词很有共鸣 感觉就是不爱了就是分开 不要废话 然后一样的态度 但是我们两个的做法会不一样 几个说 就是我会让对方 就是你走 你滚出我的家 然后我是能拉着行李 我自己走的那种性格 截然不同的 好的 那我们也听听建议团 各位老师的建议 我觉得他们今天好棒 因为这个歌确实 它的跨度很高 文文的声音 又这么的有宽度 有治愈的感觉 其实我们中低音区女生 在台上演唱的时候 就有一定难度的 但他们两个就恰恰完成了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中音区表演的一个 范本的感觉 特别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感谢二位 有请罗总 好了 不欣现在到了你们队了 你们出的音乐合伙人是 第一组出场的音乐合伙人是 盖和博远 加油 哥 其实今天 你过生日吗 哎呀你不要不要 我是真的觉得生日这个事情 还是要点仪式感的 我给你做了一些家长的 今天是我们周园老师的生日 我有去看盖哥的微博 我就发现盖哥在家经常吃的菜里面 有一些重复率是非常高的 也是我平常会自己炒来吃的菜色 所以今天我就那正好是我擅长的 我就炒了带过去 我也非常有情 感谢兄弟 真的感谢 感谢 感谢 我们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第一我是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 就是在回望过去的时候 你总有一些回忆想起来 但是想起来之后 又笑一笑 可能这就是人生吧 有些人走了 有些人还在 20年我在培育就会教唱歌 然后有一天就有个学生进来 石廷哥的学生 这个小孩在那种棕色门板 门板底下这么近 我说这是什么环境 他拿一个耳机这样 他老师不好意思 我这里空间有点小 我坐马桶上行吗 他在厕所隔间里面 这小孩在16岁 通过这个耳机里面传来是那个盘子 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吸盘子 嗯 结束这堂课以后我就在想 哇 我是不是应该 我说我应该是一个幸运的人 从那天之后 我觉得我这个幸运我要抓住 然后哪天如果这个机会来的时候 不会烫起来的 对 我就会热起来 你随时让我热 就能热起来 就准备好 对 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应该想那个什么 那天的你 我能不能碰到他 人生何处不相逢 他在干嘛呢 现在 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兄弟 因为可能我通过节目出来 就获得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他们可能觉得我变了 我其实最想做的人可能是一个 就像欧美很多MV里的说唱歌手的样子 那只是存在于想象 因为你的身边的生活 你的爱人 你的家人 你非常的幸福 我明白 我明白 你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也没有环境给你成为那样的人 我是真的对我的兄弟说过这句话 我说兄弟 我们过去的时光很好 你也非常好 但是我 现在要往前走了 我祝你好 我希望你也祝福我 我们有缘再见 我觉得就是这首歌 可能要告诉我们的吧 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会遇到从前的自己 你会遇到从前你好像认识的某一个朋友 他会化成另外一个人 再次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因为你的人生太长了 真的太长了 你会遇到太多太多的人了 就像我跟你 我们初次见面 我会觉得你非常的熟悉 这就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嗯 懂吧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我想稍微提一下 就是你们不是有中间有一段尖奏吗 然后你们很开心的 就是去拥抱了一下或者干嘛 然后后面你们两个感觉就一直在等 要不我们就晚一点 我想是我唱的时候再走 对 你们就呆着 或者是站在状态里面都行 对 其实有一个字 吹龙吹风飘荡 吹着一生 一生 对 一生 一生你的路 心中有泪飘 教出真心意 慢慢线受寂寓 对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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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生 傾黑過在一方 緣分在風飄動 願將此生日相忘 你我在盈望那一生 生中有淚飄過 葬事哥比也急出真相意 你慢慢承受寂寅 某日某日也許在可跟你 共事從上往事 無奈重遇那天存在緣 他放的萬空間似而無緣 誰在黃金海岸 誰在風飄給我 你我在盈望那一生 彼此為民見放 jard 赤漫被比較堪 彼此还THINK2 去彼此為民調 你我再重叠那一煞 天黑各自一方 緣分翠風表動 人佔之心也疏無 你我再迎望那一煞 心中有來飄過 總是個便也交出 今生已慢慢的 你再次 invitation 我再次ów前 入內 饒歆 太昂 你今生已束 我再次回應 你後晚 你我再回望那一霎 彼此迷民见乎 吹楼像风飘落 吹楼像风飘落 一身力的路 吹楼像风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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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力的路 吹楼像风飘落 吹楼像风飘落 这么短 可能太好听了吧 没听够啊 好好听啊 这是博远第一个天词的声音的 第一次表演 大家好 我是博远 非常高兴也很荣幸 能够来到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 既然我有了个新的开始 能够站上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 那我想用一首 能够唤起我那时候回忆的歌曲 告诉其他兄弟们 我希望你们在你们自己的轨道里面 越走越顺 对吧 越走越顺 我希望你们自己在自己的轨道里面 越走越顺 过得越来越好 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 就有一种两个大男生 有一天在一个大排档里面聊一聊 大家过去发生了很多的甜 很多的酸 很多的苦 其实喝一个酒 走一个就没事了 博远刚刚讲的那个话 真的让我很感动 就是说一起 曾经有过同样梦想的朋友 走着走着我们就封道扬镳了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但我们都还是江湖中人 所以我觉得人生中 有很多的这种感触 有的时候可以聊过去 有的时候可以畅想未来 但我们都还在 而且彼此祝福对方的 那种欣慰的感觉 在这首歌当中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 胡老师完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我和哥讨论的点 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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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一模一样 这种一模一样 居然是来自对方队的 所以我就说 胡老师是音乐的魔王 你看看 真的 了不得 谢谢 博远有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吗 既有如是重负的感觉 也没有 怎么讲 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 建英团老师们的点评 好会有流程 录制第一次节目的时候 博远他非常的有礼貌 就过来跟我们建英团老师们 打招呼 就说老师好 我是博远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说你好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说我准备好了 我说我准备好了 后来就是其他人跟我说 那一刻博远的眼睛里 流露出的是两个字 惊恐 对 那今天看完了博远 在天赐的舞台上的首秀之后的话 我想告诉博远 你今天的表现 我也想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惊艳 真的是惊艳 真的是惊艳 谢谢老师 头都我说麻了 这真的是建英团老师 是的 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 谢谢老师 刚才在听的时候 其实我和好为老师 刚好第一句盖歌唱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好像听出了一点林子祥老师的感觉出来了 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 还讨论到说林子强老师的那种洒脱的感觉 要在这个歌里面才要有那种 对 所以大家的赏声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因为这首歌很老了 八八年的歌 在那个年代很多粤语歌 它会用一些古诗词作为歌名 或者是歌词 人生何处不相逢 它就是源自一首古诗词 它原文是这样的 一刻清过门尊早远三口去不相逢 就是说 两个朋友他们十五年没有见了 再次见面的时候 他们约好了在一个地方 他们一起唱一首清歌 喝满尊的酒 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 然后二位这个版本 就好像把原本离别 OK 保留了 然后十五年后再见 把原本诗词说的 喝完一瓶酒 我们一起唱歌的感觉 完全唱出来了 我觉得非常的好 谢谢 谢谢 二位稍作留步 在这里我们要邀请上余文文和极客军颖 来到舞台 因为我们要选出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带定金曲 好的 此刻我们邀请我们五位声音见场团的老师 进行现场合议 在两组音乐合伙人当中 哪一首歌更打动你们 金声音见场团一致合议 本轮的带定金曲为 柏远 盖 人生何处不相逢 恭喜 恭喜柏远和盖 恭喜刘博昕战队 谢谢 前唱后唱很重要 这个车轮战 太重要了 比赛总是这样 我非常期待我们下一组的那个表演 张碧晨和龙龙 加油 此刻呢要告诉大家一个惊喜 因为呢 我们的张亮颖即将回归舞台 在此之前她一直在医院 但是为了我们这个音乐的舞台 她回来了 掌声欢迎亮颖 谢谢 不用 不用赞成 你坐下 好点吗 胡老师 你相信光吗 可以 可以 听出来了 可以 你相信光吗 我相信了 我们知道每一个歌手都非常尊重 和热爱这个舞台 所以接下来这一组 同样也是 欢迎碧晨 汪苏龙 这首歌本来就很美好 可能会跟原曲的风格 会更 类似一点 我是想做那种很特殊的国风 就是明月 所以我们就各自做了一版编曲 然后当然我们又无法抉择的 所以才想把这个最后的选择权 交给我们的队友 让他们帮我们来出个意见 两版编曲 我们来选一个好吗 好 然后我们也盲选一下 好 首先我们先听第一版 好童话 这个 你看你跟我gay一样的关键词 第二个 好 我们放前面 好 我们放前面 我其实喜欢二是里面的一些 solo的melody 第一个那种可能其实早一点 我觉得要稍微好一点 首先这两个编曲 在我来看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方向 第一个是钢琴弦乐 偏传统情歌 第二个呢 它其实是一个吉他底的东西 然后后半段起范儿之后 它其实是有点偏乐队范儿的 碧晨和龙龙来唱 一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因为他们两个真的很搭这样的一个画面感 我选一 但是把后面的复杂变成简单 我觉得这首歌 它是一个 我觉得人生中都会有过的一种 难忘的情感 那个东西是很美好的 所以我更偏向于童话感 第一版我们俩唱起来可能会更细腻一点 然后第二版可能会大线条一点 所以我们俩其实在犹豫的并不是说哪一版更好 而是说我们想要这首歌是什么样子 对 在我们《情歌王》的团队里面 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一个很珍贵的 很洁白的一首歌曲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用E 对 观众可能在一开始代入不进去 龙龙跟毕城能不能有一些 留给你们自己曾经的 一句年少时候的台词 冰哥提的这个意见是很好的 因为你用一首歌的时间去 想把大家拽进一段回忆 它是有点难的 所以需要一些其他东西来辅助 千万大不是爱情 我觉得这个首歌就是怀念以前的那些美好 对 接受 我可能会说生活不断地继续 生活不停地继续着 有的时候会在忙碌中失去很多 如果能引用到特别好的诗和诗 我们可以读诗 我觉得我们这首歌也算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根据大家给的好的意见去做小小的调整 希望它的结果是好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 太美的承诺 因为太年轻 或许回忆 像薄冰 冷了暖了 都很难恒定 之所以怀念曾经 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 萌董的路上 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Zither Harp 教授里那台风景叮咚叮咚叮叮叮 像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支痕情 微笑看你送乱情 转身离开的背影 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 那温热的牛奶瓶 在我手中握紧 有你在的地方 我总感觉很窝心 日子像旋转木马 在脑海里传不停 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但亲爱她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行 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藏起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 但亲爱她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是心灵住错了森林 那爱情做得很透明 那温热的牛奶瓶 在我手中握紧 有你在的地方 我总感觉很窝心 日子像旋转木马 在脑海里转不停 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三月底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是心灵的流行 就像不及许愿的流行 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是心灵住错了森林 那爱情做得很同意 你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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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是心灵住错了森林 那爱情做得很同意 好听 好听 哇 好 翻开了发黄的飞夜 命运将它装定的极为主力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 是一本太藏促的书 好 好 这一段剧表演 你差点要读出来 嗯 写得好好 太好听 太好听了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碧晨 送给汪苏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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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他们俩唱的时候 我尝试去找一些记忆的画面 一些举重若轻的感觉 就是当回忆到了某一个阶段 你以为他要袭来 结果他只是温柔地抚摸了你一下 特别到最后 王苏龙的朗诵的那一段 我差一点眼泪就下来了 因为那段真的好美 好美 最后那段是习慕容的诗 《青春》 我感觉我念到最后的时候 还挺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 可以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 回忆自己以前的青春 所以其实我们在编曲上 做了一个简法 就是把它变得很干净 借用了小星星的旋律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 好像把这首歌 变得非常的童话感十足 童年的 然后我们就想到纸飞机 里面你看 这架飞机里面显着 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这个林亚也是出自于冰歌 她就是说 你们在监奏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幼稚的事 对 我希望这首歌里就是 满满的青春 刚刚都说我给建议 其实我不是给建议 我只是给反馈 因为我坐在那里 我就听他们唱 那时候我就说 哇 你让我想到了很多过往 我只是把我的感受 告诉两位 我想说人生 哪里有这么多的准备 我们从来都是在 没有准备的时候 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 他们就会给我们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 让我们今天变得更好 刚才这歌整个也特别浪漫 然后特别有童真 大家收到的是什么 天天开心啊 折捺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偏偏是这个纸飞机 而且是飞给了我 里面写了啥 发大财 我写的 我写的 你说说我为啥 就是一些美好的祝福 我就是 我在想 可能有一些人 就不适合谈恋爱 你就好好工作 你就发大财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 我忘了这个飞机是给 我对不起 我忘了这个飞机是给 给到摸摸看起来 好伤人啊 好伤人 祖安 如果你得到一架飞机 你希望里面 送给你的住院是什么 早送贵子 写了写了 那个 听一下我们声音建设团 各位老师 对于这个舞台的建议 我是觉得他们俩做了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 两个人居然选择了做一个非常危险的二步 一直在做二步和声 这在和声里面就非常难 确实老师你听得很准 因为我们原来设计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首歌太多的那种大跳 上下上 然后他就说我一定要一字 每个字都是都要和上 我就在那个钢琴前面给他写 然后写的就像那个精神病一样 就写的那个旋律非常跳 我说很难记很难记 他其实一整晚都在学这个和声 今天唱得非常非常棒 我觉得很厉害很不容易 那我觉得其实今天汪素龙跟毕神带来的这个版本 就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那种难言的复杂 并不仅仅只是有所谓的甜蜜美好 青春也有很多我们说不出口的遗憾 念念不忘的曾经 但是今天这个念白加进去之后 我觉得这个施语歌的结合 可以让我们真的静下心来去读懂二位 在这首作品当中所要去演绎的故事 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胡怨斌老师作为队长 在这个舞台当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加分的作用 也让我们看到了好的团队之间的合作 就是应该这样的互相的去成就 我们知道二位其实合作很早 之前就从年轮开始了对吗 既然合作一次不容易 所以要不要现场再合作 我今天带给大家一个我们俩 别的合作叫做下一秒 对 嗯 好想能看到 你嘴角微笑 最好在下一秒 好想能听到 你轻声歌唱 最好在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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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都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 即将揭晓的是 待定金曲 有请 干 何柏勇 上一轮的时候 刘柏欣 你们队拿到了我们第一次待定金曲 但此刻 我们的张碧晨和王思隆 是否能抢回这个待定金曲呢 马上邀请我们的声音现场团五位老师 现场合一给出结果 有请 今声音现场团合一 本轮的待定金曲 仍然是盖和柏勇带来的 人生何处不相逢 继续恭喜二位 有请四位落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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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清楚 我刚刚错过了什么 我还说我们的声音现场团 在他们的人生里 只有何处相逢 没有青春 不要忘记我们亮影是刚刚回到舞台 所以亮影你现在的状态 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我们非常的担心 你相信光吗 让我们掌声哟起 胡彦斌 张亮影 你觉得你能完成这首歌吗 我这个状态我敢想吗 我是刚刚把我谨慎的假声 贡献给他了 现在没有了 其实当天晚上声音就不一样了 感觉有点开始咳嗽 我们要请两位队长开始选人了 张亮影 我其实也 怎么今天讲话 有一种田正姐的感觉 放心 放心 胡老师问我 有没有问题说 放心 立马好 结果第二天傻了 这是我这辈子 跟阿妹最接近的音色的时候 哇 爱你 我觉得今天我们就 过一下 我们反正自己 轻轻的脸 对 保证嗓子最重要 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想起我 你会想到 什么 哎呀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嗓子保证可以好起来 哇塞 最大的难度是张亮影状态 不太好 好好休息 明天再弄也来得及 不用担心 毕地啊 今天的首要任务 张亮影休息好 她就是多睡觉 不然的话恢复不过来 唱不了那就完蛋了 你刚才听见我唱完了 这不是如果你也听说 是如果你也听不见 如果你也听说 有没有想过我 想不到就 想不到 要怎么附和 舍不得 我说实话真的有考虑过 是不是就休息一起 哎呀好对不起胡老师啊 你好 你好 身体有点痒是吧 对就是 正在发炎 然后到位子 等下回去吃点东西再挂的话呢 大概隔 大概隔多久 隔20分钟就可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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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个很有信用 很够义气的一个人 我觉得张亮影只要跟我站上来 我觉得那是我们互相之间的一个信任和交易 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约定 一切的结果我都愿意跟她一起承担 一切的结果我都愿意跟她一起承担 口水 出女ham ora jaką 你 hierarch 好 你别ot 拥了看我 再多人陪 只会更寂寞 去动画题关于我 就连我也听过 我的快乐要被认可 委屈却没有人疏说 也怕信仰从斑驳落 那雕方未深想什么 为什么最弱时候 想你更多 如果你也听说 有没有想过我 想不懂就朋友 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 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 选择一颗心没坚落 要怎么附和 想到你想起我 想起我 胸口依然温热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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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话题关于我 就连我也听过 我想问你可都沉默 解释反而行的做作 也怕信仰从半过了磨 那叫方位剩下什么 为什么脆弱 想你感动 如果你别听说 有没有伤过我 想不通就不有 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 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 甚至一颗心没掌握 要怎么符合舍不得 又无可奈何 如果你眼睛说 会不会相信我 对流言会符合 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 天上就才明白了许多 懂我的人 求你一个 想到你相信我 身后依然温柔 如果你也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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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伤过我 有没有伤过我 想不通就不有 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 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 有我的人就你一个 想到你想起我 想到你想起我 胸口依然温柔 胸口依然温柔 如果能想起我 如果你想起我 你会想到什么 去的那个 真是吗 太牛了 真不容易啊 噢 太牛了 算了 好 你們相信光嗎 相信 把這個最熱烈的掌聲給最敬業的 亮眼看吧 沒有沒有應該的應該的 我太開心了 就是我居然唱完了 他真的好開心 你有為自己擔心嗎上台的那一秒 我就是反覆的給自己洗腦 我也問我自己 你相信光嗎 直到最後一遍站在舞台上之前 我那個最高那個音 我在後台我都沒有唱上去 可能上台就是那一刻有這個環境的刺激 然後就突然可以衝破那個關口 也許就是情緒帶來的東西 我特別怕對不起胡老師的編曲 真的 一點都沒有 他早上五點多 我聽到編曲六點多給我發的分詞 所以其實他在照顧每一個人 對 沒有沒有沒有 亮眼他跟我講 他說哎呀 好對不起啊 這個我們這麼多年要合作 然後我嗓子狀態不好 我說可能啊 人生就是這樣 如果他嗓子很好 可能這個合作啊 再過個幾年也就忘了 但是就是因為他今天那個嗓子不好 可能我們記一輩子這件事情啊 對人生可能就是這樣吧 好 那我很開心讓你這輩子都記得我 對我覺得剛剛很好聽 很好聽 謝謝 最特別的經驗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是美的 是美的 謝謝 是美的 謝謝 我剛剛一直在想 我說就什麼歌能把人聽哭 亮姐一張嘴那一刻 我就很想哭 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的眼淚是因為佩服 對 就這個時候還能唱成這樣 他們兩個唱起來了之後 另外一種感動就是 心碎掉了 就是這首歌很像 我該怎麼形容了 好像他們倆在拿個沙紙 在我心上來回擦 擦得我千窗百孔 擦得我血肉模糊 如果你也聽說 反正我是聽到了 而且聽得非常真切 那我可以抱抱你嗎 快來 快來 他們兩個真是多年好友 戰友 你咋比我還幾多年 沒事沒事 其實這裡邊我可以敢說 我最了解亮眼 嗯 所以今天她站在這裡 唱的每一個氣口 每一個音符 我都知道她在幹嘛 其實我心裡又為她高興 因為在棚裡我們倆玩的時候 她有的時候跟我想講 崔 我嗓子要啞了 唱歌會什麼樣 但是我知道 做為一個歌手 用啞的聲音來唱歌的時候 她要比平時付出 百分之五百到八百的力量 因為她要不使勁的話 她的音會低 她上不去 所以大家可能今天會看到亮眼很多的 這樣的動作 這樣的表達 因為她在努力 她在把那個音要唱穩 唱準 然後胡老師今天又這麼的暖心 她每一次亮眼在唱的時候 她合音的時候 故意把音量都會降下來一點 把亮眼亮出來 然後她自己solo的部分的時候 她才站出來 就是我今天很多的感動 哇 我現在手都麻了 真的 這樣的時候手都在麻 嗯 就是兩個敬業的藝人 和兩個互相有愛的藝人的一個合作 但是亮眼我覺得今天 你和胡老師的聲音 反而就像剛才很多朋友們講的 反而很貼合 很好聽 因為你今天的很多音頭 你要不雅的話 還真的沒有 對不對 這就是天賜的聲音 對 就是天賜的聲音 很棒很棒 因為每一個人唱歌 我覺得天分是一個亮 然後每天都有單獨的一個亮 要亮麗而行 剛好到她能夠夠得到的邊緣 一個人每天的盡力而為 她是最感動的 到那就夠了 講得真好 太喜歡你那句話了 每一天的亮麗而行 往往講得出這句話的人 都是每天竭盡全力的人 我見過亮眼姐很多現場了 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音色 但還唱得那麼好 我心裡想這是什麼天神下凡 為什麼在這樣的痛的感覺的時候 還能唱得這麼好聽 尤其是剛剛亮眼姐唱到 還是你依然會心疼我這句 我當時內心就是飄過一個彈幕 我當然心疼你 我必須心疼你 我好心疼你 對 對 不僅僅是心疼你身體上的疼痛 我更是心疼你在此刻那種很脆弱 然後願意把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放在舞台上 使你變得更加堅強 就是讓我覺得好好被打動 我其實了解我的朋友啊 知道我是一個嘴特別硬的人 就是我說話特別不給自己留情面 但是我覺得我把所有的這個度 都留給哥裡面了 我不想把太多的柔軟掛在嘴上 剛好哥給了我一個機會 可以讓我當回一個小女生 我不用很強大 我不用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懂 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脆弱 放肆地放到每一首歌裡面 我覺得這是老天賜予我的一個很重要的禮物 這就是音樂帶給大家很美好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說不出口的話 都變成歌 借用別人的歌詞把它唱出來 對 太棒了 如果說今天亮影的聲音狀況 是一個意外的話 那我覺得今天的這個舞台表現 絕對是一個美麗的意外 正是因為亮影帶著一個 跟以往有所不同的聲音 反而讓我更加深刻地 體會到了這首歌裡的 那兩句歌詞 就是我的快樂要被認可 委屈卻沒有人訴說 就像我們日常看到的亮影 都覺得哇她很厲害 她的唱功很強 她從出道到現在 一直都被光環層層地包圍著 她永遠都要表現得很堅強 很大女人 但是就像她說的 她在歌裡面 她願意展露出 她那樣脆弱的一面 那一面其實也是很真實的她 那也希望亮影可以在你未來 不管是在舞台的表演上 還是在你的音樂作品當中 你可以嘗試把更多的 屬於你自己內心深處的 那一面表現出來 你要相信 懂你的人永遠都在 懂你的人不止一個 會有很多 這個人太厲害了 太催淚了 流水記是總能把人說哭啊 是嗎 挺厲害 上戲把我給說哭了 口才好 真好 就 我這人吧 表面膽大 其實我上台之前我是沒底的 就是因為沒底所以才反覆講那句話 反覆問大家 我只要自己給自己肯定 我也需要大家給我鼓勵 然後 我在那一刻我要去努那一下 我需要好多的能量 但是 哇 我們做到了 對 就很好 很好的一個結果 對 加油 加油亮影 謝謝 接下來我們也有請 蓋柏遠台大舞台 我們要反超了 亮影亮影 亮宣亮影 亮宣亮影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蓋和柏遠 已經頂住了兩輪對方戰隊的音樂切磋 但是面對強勁的胡彥斌 還有張亮影 今天的天作之合 結果又會怎樣呢 接下來 我們五位聲音見場的唐老師 進行現場合議 哪一首歌曲 可以成為代定金曲 有請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嚇死我了 經聲音見場團 一致合議 本輪代定金曲是 如果你有聽說張亮影 胡彥斌 恭喜胡彥斌 張亮影 兩組都值得掌聲 我們有請四位落座 我們都要哭了 太棒了吧 你多容易 我捷徑 我捷徑 真實的天賜的不一 這個真的 現在我們的代定金曲 已經來到了胡彥斌隊 恭喜你們 太棒了 但是劉柏欣隊 依然還有兩組音樂合夥人 還沒有出場 所以接下來 劉柏欣 你們即將登場的第二組音樂合夥人是 劉柏欣 容祖兒 西琳娜一高 來我們找休息 容祖兒 西琳娜一高 享受 享受 不要怕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節目 對我來說意義太重大了 醒來就在想說這個節目 我能貢獻什麼 我能做什麼 我能夠提供什麼給大家 對我真的很怕我來127 我浪費掉了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我跟你都在不同的演藝方面 在演別人 好想會唱自己的故事 那我們這次選的歌就是 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 好 好 的確我們要講自己的故事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探索一下 對方的故事 以採訪的方式 就是坐在這種燈光下去 很深入地去打開彼此內心 西琳 你人生中第一個夢想是什麼 第一個夢想是想當老師 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我好像 不是很會教別人的一個人 後面就變成了唱歌 對 但是我覺得可能在某些地方 如果要是有人能從我身上 學到東西的話 那應該也算是達成吧 也可以說你做到了一半 你想對十八年後的西琳說什麼 希望你不會變成我最不想變成的樣子 是什麼 會被一些很瑣碎的一些 跟音樂本身無關的一些事情 佔據我的時間 那個初心吧 就是沒有那個當初最純粹的 那個喜歡音樂的那個自己 你想對十八年後的我 說什麼 下一站演唱會在哪個城市 是呀 我聽得我都開心了 六十歲了 當時 換我了 換我來發問 好嚴肅 你人生的第一個夢想是什麼 就是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要離婚 然後我看到當時的媽媽 我跟自己說 我希望我媽媽不用再流眼淚 外界可能會很多時候 說我什麼榮祖強啊 就說我很強 但其實我沒有那麼強 有時候會累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 我希望可以把我媽媽照顧好 對 那現在實現了 實現了 那你對十八年後的祖兒姐 有什麼想說的嗎 我希望未來的自己 還是一如既往地被音樂包圍 做一個好的歌手 想對十八年後的我說什麼 我們第一組 在你的演唱會裡面 有機會當一場嘉賓 十八年後我去你的巡演 然後你來我的演唱會 好 我們約定一下 好 我們約定一下 你好 揮著似旁的阿姨 未來的你 是否還繼續支持唱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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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是這樣 澱粉 ывают 上ал 好 好 我不放弃爱的勇气 我不怀疑会让真心 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 给未来的自己 管怎样不怎样 怎样都会受伤 手上有罪恶 只剩我可坚强 我很疼 未来的你会懂我的风 qual 好甜啊 好甜 好 好 謝謝二位 剛開始的兩段 是對誰說的 就是對未來的自己 就是揮著翅膀的阿姨 未來的你 還繼續堅持唱歌嗎 所以有一個肯定的答案嗎 我覺得我會的 其實彩排的時候 一直都是像 就是念白一樣在念出來 但是剛剛站在這兒我覺得 我需要把它喊出來 因為我想喊給未來的自己 我希望他能聽到 他一定比現在成熟一定比現在知性 但是他一定不會忘記自己很愛音樂 我覺得這首歌其實讓我看到了 兩個女生的很坦蕩的那個狀態 然後讓我一下陷入好的回憶 就我自己的很多回憶 就以前出國啊什麼的 那會很苦啊啥的 烂七八糟的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跟自己說 我說不想否定過去的自己 又不想輸給未來的自己 所以只能委屈現在的自己 尤其是看到最後心靈看 昨日節的那一幕 就冰哥扭頭說好甜啊 我也覺得好甜 那天我們兩個 拉著手唱的時候也挺甜的 然後怎麼就換人了呢 不一樣的不一樣的甜 對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我更加堅定自己 還好當時你那麼自信 對 在剛開始做音樂的時候 有看不到未來的時候嗎 我其實說實話 我最苦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自己能夠走起來的 對我非常的堅定這一 我覺得我只能唱歌 而且我喜歡唱歌 我喜歡站在舞台上那些樣子 我喜歡跟大家交流 對 我們聽一下聲音競唱團 郭老師的建議 今天的舞台上面 我看到就是一個前輩 一個姐姐 跟一個後輩一個妹妹 去帶領她 說你未來會怎麼樣的感覺 然後那一刻我覺得希依林 最後那一句給我的力量感 是很強很足的 我很喜歡 反而我想問一下竹兒老師 在這首歌裡面 當你看到希依林 你想到的 我相信不僅是未來自己 會想到過去的自己 其實你會有一個 怎樣的故事給到自己 雖然我們兩個性格 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總是相信 我們有一些特質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作為一個女生 去面對自己的工作 面對不同的問題 然後我就會想到 我小時候是怎麼去走過那些路 所以我就看她 看到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活力 而且每天都精精神神的 那種感覺 就是很懷念這種狀態 所以我能夠跟她有這個緣分 站在一起唱歌 每一次我都很珍惜 謝謝左二和希依林 謝謝左二和希依林 讓我們有請胡彦斌 戰略來的舞台 有請我們五位建場團的老師 現場合議給出結果 好好聽 我喜歡你的聲音 經聲音建場團一致合議 本輪帶定金曲是 如果你也聽說 胡彦斌 張亮寧 恭喜 我們繼續恭喜胡彦斌 張亮寧 有請劉博馨 王林凱 我從來沒有在一個舞台上面 感覺到這麼不自在過 因為我認為這場演出 是有嚴重的技術瑕疵的 對於第一個舞台的話 沒有把它最好的那一面表達出來 因為王林凱不只如此 為了每一個節目的好看 我們全都是拼盡全力 這是我們歌手的 一種堅持和信念感 太瘋了 我是覺得現在這個舞美 沒有拖住你的那個風 對 這個對暴閃要多 我覺得暴閃 對 現在感覺紅色的太多了 你一定要有一個東西再亮出來 特別是你們風的那段 我覺得太狂了 好 老師好 你說 怎麼了 你說 這整體面光閃得快一點嗎 好吧 我們再編一下 試一下 你再試一下 主要就是咱們閃的頻率 快一起快起來就好 好的 好的 好 跟他排練其實很開心 我感覺到了那種 做他深夜凌晨練舞的兄弟的那種感覺 還挺有那種一起奮鬥的感覺 咱們現在過一遍嗎 可以 好的 分心提醒我們的彩排 倒進行六分五十三秒 愛如我彩排時間到 請兩位移開舞台 謝謝 謝謝 我都不知道他停了 我就自己在耳機裡把它唱完 我覺得管他的繼續唱 有本事把我賣瞄了 真是 好 看 心在跳 心在跳 心在跳是愛情靈 你的爱在眼里流淌 爱情它如何摆荡 我的心早为你疯狂 爱如何在燃烧膨胀 心在调是爱情烈火 你在下疯狂的是我 爱如何会温暖的心窝 我看见爱热火也闪爽 oh witness 热焦那爱情的火焰 轻一把烈火在人间 梦中的爱恨一转见 可曾记得彼此的脸 你的爱在眼里流淌 爱情他如火烦恼 破掉星期到为你疯狂 爱如火在燃烧红装 心在跳下爱情如烈火 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 爱如火会温暖的心窝 我看见你的火也闪烁 心在跳下爱情如烈火 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 爱如火会温暖的心窝 我看见爱的火也闪烁 心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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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 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 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 爱如何会温暖的心魔 我看见爱的我 可想说 你在跳是爱情如烈火 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 爱如何会温暖的心魔 我看见爱的我 也缠绍 心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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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 心被点燃的朋友来不欢呼声 送给王林凯 送给刘伯欣 看到我很热 而且我觉得 他们的表演 能够把呼吸都这么的配合到 然后很好看 很好看 他看多几次都可以 其实爱如烈火这首歌 是我最想要改编的一首歌 所以我跟那个男主 想说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这首歌已经有人报名了 然后我觉得 今天他们两个表现 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 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灵魂 不然的话 我会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觉得 这个舞台是我听到过 最好的一本《爱如火》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 在他们刚刚的表演里面 有一种可怕 那个可怕就是说 年轻怎么那么好 我喜欢他们两个的 互相之间的对系 然后又喜欢他们在里面的 这种无谓的表达 然后再加上 我觉得整个音乐的调性 是我不会去做 但又很向往的 我对刚刚的那个舞台 我给120分 赵凯想了很多的细节 包括那个打火机 然后还有很多台上的走位 全部都是他很专业的一些意见 和一些想法 我觉得 他真的很棒 就是这首歌 就是说我们的细节 真的很细 在舞台的表现形式上 甚至哪怕到刚才上台的前一秒钟 我们都还在改一些东西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一个好的一个秀 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个舞台了 我觉得二位已经充分地展现了年轻人这种态度 我觉得很佩服 我向二位学习 这场演出我很过瘾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听一下 我们来介绍团各位老师的建议 我觉得我很同意冰冰老师的看法 这个舞台120分 但是我给舞台90分 给音乐30分 这个音乐本身的改编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出彩的地方 然后只是说这个舞台给了这首歌很多的变化 这锅我背 就是这锅我背 因为这个 不不不 我打断你一下 这个锅 歌背 我觉得不是你背 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舞台弥补得非常好 而且很成功 谢谢老师 非常刚幸能看到新一代的这个音乐人 能够把自己的个性 活力 魅力 能力 彻彻底底的完全的挥洒和注入在这个舞台上 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一种表演 而且我还想讲就是 如果你也听说的确遇到了禁敌 此刻掌声邀请亮颖和我们的音乐老师来到舞台 有请二位 最终我们第二期推荐金曲将在吴彦斌 张亮颖 刘柏欣和王林凯之间产生 到底会是谁呢 请我们现场五位声音鉴赏团老师 尽心合议 并且给出结果 有请郝雷老师作为代表给我们来公布 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 我宣布 天赐的声音 第四季第二期的推荐金曲为 由 胡远斌和张亮颖带来的 如果 你也听说 恭喜胡远斌 张亮颖 谢谢胡老师 拿两个金曲 一定是有原因的 音乐鬼才可不是浪德西云 对吧 哎呀 拥有了这份荣誉 同时也将成为我们第三期的两位队长 有请我们两位队长 胡彦斌 张亮颖 带着各自的队员 商量接下来的舞台 我现在觉得有点太满了 这歌没什么花样 暂装唱不会的 这首歌不适合吧 我会觉得这首歌唱得很做作 本集我们在微博开启天赐的声音 助达一个陪伴唱活动 围绕节目处提发起多众争计活动 选歌助理任务 实况热聊视频点净更不定时拍送 蓝微博和天赐音乐合伙人 开启音乐旅程 关注新浪娱乐与新浪综艺 天赐的声音节目 感谢中国蓝新闻客户端 蓝莲联盟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啊